各位午安 大家好 我是分界北总区公众务部调查队 报复督察 陈珈希 今天邀请大家来 是想着警方在昨天 去拘捕一个售卖反假新闻性的集团 去做一个警报 情况显示最近有人在这个团队和调广区 招收一些假新闻性 经过我们深入调查和这个情报分析之后 我们锁定了一个目标的团队 在昨天2021年7月15日 凌晨4点半左右 我们特计搜查了亦然村的一个招贷单目 我们在这个单目里 成功搜出73张假的身份证 一张属于他人的身份证 8张偽造的驾驶得点 和9张属于他人的回贷卡 亦都找得到少量的怀疑是冰冻 我们这个单目里面 就拘捕了四名本地的刑事 包括梁男 两类 寧宁介乎25 去到45上 这些四名刑事现在被警方寇刑当中 我们拘捕的罪名就包括有 我们拘捕的罪名就包括有 这个本有偽造身份证 本有差人身份证 本有虚假文书 本有演藥 我们警方就会循着这一堆假身份证 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会拘捕的罪名 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其中一名被捕的罪名 我们将会留案 暂控他一项的管有本日文 和管有偽造身份证 明天还会在单级发展提供 我们拘捕有证据展示 这些身份证曾经是被用作 去申请一些份证卡 和去申请一些手机的业维币 牵涉到最少11宗的证据内容 涉案更额是超过百分 近年在网上 财务公司 电讯公司 和网上一些电子池包的户口 申请户口的程序 变得相当简单和方便 那些机构 有时甚至是需要 使用者上载一张申请的照片 提供一个电话号 就已经可以开户了 这些不法之后 利用这个机会 就用这些这样的东西的分析性 去成功开户 成功开户了之后 他们就会上司 去申请一些私人 上载剂款 一些比较昂贵的电话月费计划 又或者用这些户口去清晰黑钱 警方想在这里作出一个方法 第一 使用管有和保管一些危险的身份性 第一个要求 一经定罪 最高可以负责10元 或者加90元 指责千万不要允许 第二 我们亦都想呼吁人口 或者一些商业机构 当他们收到一些网上的开户生产 要仔细去审核这些生产提供的资料 如果有任何问题就立即就报告 我今天就报告了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有没有人有问题 如果有呢 先说出传媒机构 以后再问问题 明报的 我问贾症的质素 其实到什么 有哪 就是优越度 还是 他说售购 会是多少钱 即是基斯派 maid load 金lesh 具力一个清晰 表泰ити来得了 而他們其實沒有很多的國民集團 大概收買的價錢是幾百元而已 請問一下他們其實是屬於一個制度集團 還是一個軍裝的集團 因為一般來說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制度的基地 我看到和你們這次都沒有這個相關 其次我看到他們也有回鄉席的公式 是否都是牽涉一些跨境的法序 這件事其實還是我們這點方向的潤覽 因為我們現在還要調查他們 究竟那個實際的角色是甚麼 所以這裡還是要調查他們 還是要調查他們當中 各位有問題 各位有沒有問題 如果 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我們回答會結束 多謝各位 各位 請問少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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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字獎 請問少字獎 請請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